国宝家乡时尚造型科举办万子千红嘉年华学习成果展 同时也展示了记忆班学生的得奖作品 造型科学生登上舞台展现成果 国中记忆教育班的学生也现场观摩吸取学姐的经验 Model左上台前配上青花词音乐 学生把江南烟雨量身定做在摩托尔身上 让他们穿着白底蓝花的青花词雍容华贵出场 画面一转时间来到18世纪的欧洲 学生以威尼斯为主题 利用紫红黑蓝金五种颜色创造出不同视觉效果 让舞台上的奢华浪漫没有边界 古宝家乡时尚造型科举办学习成果展 现场气氛超嗨尖叫声不断 今天是我们时尚造型科万子千红嘉年华的活动 是检验学生三年来的学习成果 我们学校时尚造型科原本叫做美容科 从民国75年创办到现在已经32年了 成果一年比一年好 就以今年的全国技艺竞赛里面 美容跟美法两个组 我们个别拿到金手奖 从学生现场成果展现 可以看出他们得到双金手不是浪得虚名 这回成果展从头发造型 脸部化妆到衣服 通通都由学生自己设计 而活动虽然以三年级学习成果为主 但一二年级也一起共襄胜举 那二年级的话就是以一些小礼服的方式来做呈现 那一年级的话他们也是刚入学不久 所以他们就呈现了一个作品 就是以时装为主 那让学生呢 借由他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循序建计 然后由一些比较简单的造型 然后循序的加入一个越来越多一个细腔 来呈现学生的一个作品 不管让不同年级学生都能参与 同一时间一旁教室 还放着国中技班学生的竞赛得奖作品 学校有请国中生一起来观摩学长节的辛苦成果 古宝加上嘉年华盛大举行 不知让学生有舞台展现努力成果 不同年级学生一起向前迈进 让少元能够好好热闹一番 记者放在感情区三重放不倒